您好,今天为您解读的是所谓会说话,就是会换位思考 这本书的中文版大约15万字,我会用大概22分钟的时间为您讲解书中的精髓 如何在沟通中换位思考,做一个温暖有趣的人 如果您想让自己升级为谈话高手 如果您期望将自己倍感挫折和疲惫的谈话转化为有趣快乐的谈话 如果您期望将令自己不安或恐惧的商业聚会转化为表现自己教养或礼仪的机会 如果您想发现或纠正自己对沟通的认知偏差 所谓会说话就是会换位思考这本书就可以帮到您 所谓会说话就是会换位思考这本书呢 认为好好说话的关键不在于话术而在于理解 就是要学会怎样体察别人的角色照顾别人的诉求 这是一个维护人际关系避免无畏摩擦并创造良好氛围的基本能力 良好礼仪的精髓就是让他人感到舒服 而一次好的谈话的精髓就是让对方感到有趣 本书的目的就是教会大家如何做到以上两点 学习做一个温暖有趣的人 所谓会说话就是会换位思考是一本指导沟通实用性的书籍 无论是正式聚会或者是商务宴请 还是偶然相遇或正式约会 本书都指出了常见礼仪方面的交谈错误 并提供了无数的建议 让您在各种场合游刃有余 轻松解决交际的难题 这本书的作者是卡洛林塔格特 一位畅销书作者 曾经做过BBC纪录片 与恐龙同行大猫日记的图书编辑 他在出版界工作超过30年 出版经验丰富 著有深层理解商业行话的意义 你不可错过的文学经典等作品 好了 介绍完这本书的基本情况和作者概况以后呢 那么下面我就来为您详细讲述书中的内容 本书主要讲述了三个重点内容 第一个重点是如何开启一场温暖而有趣的谈话 第二个重点是如何避免让自己或者对方觉得尴尬的话题 第三个重点是换位思考可以让你的沟通更有效 好 我们先来看第一个重点内容 如何开启一场温暖而有趣的谈话 什么样的谈话算是温暖而有趣的呢 作者认为当您鼓励对方谈论他们自己或者是他们热衷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会相信您是一个温暖而有趣的人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和您聊天让他们很开心 聊天内容都是关于他们自己的 这样的谈话就是温暖而有趣的谈话 知道了什么是温暖而有趣的谈话以后 我们如何才能开启一场温暖而有趣的谈话呢 第一为谈话准备一个备选话题 在参加任何一个社交活动之前 尽量准备一些能让对方感到有趣 又能进一步推进谈话的话题 在生活中我们一般都会问对方一个问题 您是做什么工作的呀 而我们听到最多的回答就是类似这种 我就是一个杂志社编辑这是一个无聊乏味的工作 这种回答呢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话题终结者 因为对方不知道该怎么接这个话题 说话的人哪怕稍微提前做一些准备 他也许就能够说出我是一个普通的编辑 但是每天下班以后呢我会去做瑜伽 这才是我真正喜欢做的事情 哎你看这会让谈话往积极的方向去发展 同时呢又能轻描淡写的带过 说话人并不想谈自己工作的这一事实 除此之外还可以把问题再抛回给提问者 可以这么说我就是一个普通的编辑 哎您呢或者如果他知道对方是做什么工作的 就可以这样说我就是一个编辑 但是您的工作听起来似乎更有趣 哎快给我说说吧 当然不要把谈话前的准备限定在工作方面 也不要只想着怎样把对方的注意力从自己的工作方面转移开 您可以想想关于其他问题的答案 比如别人用跟我谈谈你自己吧 这句话作为开场白的时候 您该怎么回应呢 您可能本能的回答是 您想知道一些什么问题呢 但是这样的回答对谈话的推进没有任何帮助 特别是对方对您一无所知的时候 那么这个问题应该怎么回答呢 您应该把注意力集中在能让您自己 有可能也让别人感到有趣的事情上去 好好地想一想您的话题 从别人的角度去看待它 即使是让大多数人感到无趣的话题 也可以说的让外行人觉得有趣 只要您能说的精彩 第二参加专业人士聚会的时候 一定要找到其他的外行人 如果您知道自己在某群人中是一个外行 比如说一个没有法律背景的人在一群律师当中 这种情况下您也需要做一些准备 至少要看一下这两天的今日说法栏目 您只需要了解一个大概 能够询问他们的想法和观点就可以了 对方会认为您十分有趣 因为您对他们的领域有浓厚的兴趣 作者针对外行人提了一个小建议 找到其他的外行人 如果您是被您的律师朋友硬拉着去参加的聚会 您应该有足够的自信 因为肯定有人和您的处境是一样的 与其试着插入他人正在热烈讨论的法律话题 不如睁大眼睛留意那些看起来有些无错的人 然后找他们去聊天 这样总比打断一群律师正在讨论的专业话题 强行插入自己上周出国旅游的经历要好得多 这里也有一条针对专业人士的建议 大谈特谈自己的工作 自己熟悉的领域 不停的抛出各种各样的术语 很容易令对方困惑 让对方感到您很自以为是 设想一下 一个律师在给一群圈外人大奖特奖抢夺罪和抢劫罪的区别 不一会儿 这位律师就会发现他的听众们正在百无聊赖的发呆 再比如问人家 你知道什么是法律上的善意取得吗 这在大多数成年人的圈子里会让自己看起来特别愚蠢 第三 如果您和陌生人说话的时候还是会紧张 或者不知道怎么跟别人寒暄 那就在平时多加练习 可以从商店公交车健身房里找人聊天开始 在健身房里您可以问问身边的人喜欢做什么运动 多久来一次健身房随意的问问就好 友好的表达出您的兴趣 如果您不喜欢去健身房 可以试着告诉水果店的销售员 您上周在这里买的葡萄很好吃 再问问今天有没有什么新鲜的水果推荐 对方会因此感到高兴 而且您不仅可以买到可口的水果 也会因此收获快乐 当然这只适用于当您与对方都有时间和心情去闲聊的情况 千万不要在您身后还排着一列长队的时候 尝试这个方法 因为大家会因为失去耐心而虚声一片 但是当气氛合适的时候 和别人寒暄将会是一件简单而又令人愉悦的事情 这样就做到了谈话内容 既让自己也让对方感兴趣 而不是明明与对方有很多的共同点和交集 却偏偏擦肩而过 谈话也是可以预选话题的 只要故事足够有趣 而且让对话顺利的进行下去 就可以找到双方的共同点 而且能让双方都对对方感兴趣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讲的第一个内容 如何开启一场温暖而有趣的谈话 有三种方法可以帮您开启一场温暖而有趣的谈话 第一呢 为谈话准备一个备选话题 第二参加专业人士聚会时 一定要找到其他的外行人 第三给对方提供做出回应的机会 下面我们就来说第二个重点内容 如何避免让自己或者对方觉得尴尬的话题 大多数人都有不愉快的过去 吃饭的时候坐在您身边的陌生人 可能正在承受亲人离世的痛苦 忍受着疾病的折磨 面临着失业离婚或者贫困 而您呢却对此事一无所知的 在您没有弄清楚您所处环境的情况之前 不要妄加评论 否则很可能会让自己或者对方感到尴尬 下面呢 我们就来谈一谈在一些重要的场合或者情境下 我们如何避免让自己或者对方觉得尴尬的话题 一是出席别人的婚礼 婚礼应该是一个充满欢乐的场合 所以一定要小心 不要触碰别人的痛处或者是惹怒别人 对于单身人士或者最近失去配偶的人来说 参加婚礼啊 是一件极其困难的事情 不要去贬低一段婚姻关系中可能出现的隐患 除非您很确定和您说话的这个人很想解决这些隐患 或者完全没有意识到这些隐患 二参加葬礼或者追悼会 不论表面上的气氛如何 一场葬礼或者追悼会 对于那些和去世的人很亲近的人来说 都是痛苦不堪的 有些人呢 通过讲笑话和大笑来度过这一天 其他人可能会沉默不语 仅仅是出于礼貌才会说上一两句话 您说话的语气应该取决于和您说话的人的情绪 如果对方的心情十分轻松 那么您就用轻松的语调说话 如果对方是忧郁的 那您也要用忧郁的语调 找到合适的话语来表达您的哀思 通常不会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是您本人的出现比您说什么要重要的多 一句简单的 我深表遗憾 比什么都不说 要好的太多太多了 充满感情的拍拍对方的手 是一种表示同情的方法 给那些看起来随时都会哭的人 来一个拥抱 更是可取的 一定要尽量避免让对方感到尴尬 三是去医院探病 您要明确自己到医院探病的目的是 为了表达您的支持 如果可能的话 还可以激励病人 因此呢 您可以问病人这几天的感觉怎么样呢 如果合适的话 问问病人 医生是怎么说的 病情的恢复 有没有什么新的进展 大概什么时候能够出院回家等等 也可以再问问对方 有没有什么事 是您可以帮得上忙的 有些事也许对您来说是举手之劳 可对于生病的人来说 却可能是极其重要的 您在来之前 也可以准备一两个去世 您要知道 在病人生病期间 您看到的世界 至少要比这位病人看到的要大 给他说一说 最近发生的一些搞笑的事情 聊一聊 你们共同的朋友圈里 最近发生的趣闻等等 切记要保持乐观和快乐 这样才能带给病人积极的影响 四是善于用开放式的问题 和小孩聊天 和小孩说话的时候 您最好弯下腰或者蹲着 因为这样 您就和他们差不多一样高了 你们也就更容易进行眼神的交流了 然后呢 问他们一些开放式的问题 也就是不能简单的用是 或者不是来回答的问题 比起和成年人聊天 和小孩聊天的时候 使用开放式的问题 甚至更加重要 当您听不懂一个小孩 给您讲的故事的时候 试着不要表现出您的失望 您有可能会发现故事的吸引力 在一大堆明显毫无关联的细节里 消失殆尽 这不要紧 问一些奇怪的问题 鼓励这个孩子继续讲 但是不要试图让他给您解释 关于事实或者逻辑的问题 这样您就会把一切都毁了的 不要期望您能理解一个六岁的孩子 给您解释的游戏规则 他有可能从一半开始讲起 解释的游戏规则 对于一个没玩过的人来说 是毫无意义的 而且还会把诸如游戏的目标是什么 或者怎么判断谁赢了 这种细节忘掉 五是像对待成年人一样和青少年聊天 青少年正走在通往成年人的路上 他们不喜欢被当成小孩子一样对待 因此和他们聊天的时候 把他们当做成年人对待 可以问问他们最近在做什么 或者他们对什么感兴趣 如果他们的答案是没什么 试着问一些更具体的问题 比如问他们喜欢什么类型的音乐 有没有在关注什么体育赛事 假期有没有什么出游计划 如果可以的话 表现出您自己很感兴趣的样子 如果他们说了一个您完全没有听过的乐队 或者是音乐类型 可以让他们给您解释一下 谁知道呢 说不定他们会发现自己很享受 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告诉您 而您说不定也会喜欢的 如果在这些场合里您失礼了 应该立马道歉 但是只道歉一次就足够了 把您的道歉小题大做 很可能既把大家的注意力吸引到了您的处事步骤上 又让大家注意到了另外一个人的不安 这样只会让情况变得糟糕 接下来要么您主动转变话题 要么就让其他人来 比如您可以说 这事啊 说来话长 我们谈点有意思的事吧 我可不想让你无聊 我们聊点别的事吧 类似这样的话等等 不论您做什么 都不要一直不停的说一些 让在场的人尴尬或者悲伤的事情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讲的第二个内容 如何避免让自己或者对方觉得尴尬的话题 在出席婚礼 参加葬礼或者追悼会 去医院探病 与小孩聊天 与青少年聊天 这五个重要的场合或者情境下 我们要避免让自己或者对方 觉得尴尬的话题 如果在这些场合失礼了 应该道歉 并且迅速转移话题 现在为您介绍最后一个重点 换位思考可以让您的沟通更有效 换位思考是设身处地的为他人着想 也就是想人所想 理解至上的一种处理人际关系的思考方式 人们都有这样一个重要的特点 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假如我们能换一个角度 总是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思考问题 会得出怎样的结果呢 最终的结果呀 就是多了一些理解和宽容 改善和拉近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让您的沟通更加的有效 第一 在发表演讲的时候要与观众换位思考 在您开始准备一场演讲之前 一定要先弄明白您的观众想要知道些什么 上次那场进展顺利的演讲 可能一点都不适用于这一次的观众 询问那个邀请您来发表演讲的人 来听演讲的人希望听到些什么 然后根据对方的回答来专门组织您的演讲内容 即使是在发表一次非常正式的演讲 也要随时做好被评论和提问打断的准备 不论您是多么谨慎 小心的让演讲符合观众们的要求 那些听您说话的人才是决定您说的话 是否和他们相关的唯一裁判 他们并没有读过您的讲稿 所以他们不会在意您是不是漏掉了什么 如果您遗漏的那部分 对于您想传递的信息来说是不可或缺的 那么就等到再次讲到那个部分的时候 把观众的吸引力吸引过来 如果遗漏的部分没有那么重要的话 那就随他去吧 让观众印象深刻的 不是非常仔细的讲到了您的PPT上的每一个要点 而是您回答了他们提出的问题 同样您要记住 他们之所以来听您的演讲 有可能是自愿的 觉得自己能从您的演讲中学到些什么东西 在很大程度上 他们和您是一个阵营的 他们希望您的演讲能够有趣 您并不需要俘获观众的心 您只需要不让他们失望就好 第二 在面试的时候要与面试官换位思考 首先第一印象很重要 在面试的时候呢 您一定要把准时到达当作优先事项 如果您认为您有可能会迟到的话 您就要提前至少半个小时出发 这样啊 如果您一路上比较顺利的话呢 那您就还有多余的时间再梳理一下您的思路 如果您一路上不太顺利的话 您也不至于以一副特别疲惫的样子出现在面试官面前 如果您对您要去的地方并不是很熟悉 那么提前一两天去探一下路还是十分有必要的 其次犯错误以后道歉要减短 如果面试的时候您真的迟到了 要尽可能减短的向面试官道个歉 然后让面试继续进行下去 您已经浪费了面试官的时间 一段冗长的关于您为什么迟到的描述 会让面试官觉得您过于小家子气 进而把您淘汰掉 所以啊 在道歉的时候尽量减短就行 最后不要太直白或者一上来就问工资多少啊 假期多长啊 或者升职的前景如何啊 类似这样的问题 不论您多么巧妙的伪装您的问题 询问加入这个公司我可以获得什么呢 还是会让面试官感到不快的 您应该传递的信息是您乐意为公司做出贡献 而不是从公司索取些什么 您可能已经把目前的薪资或者期望的薪资写在了您的申请表上了 不管怎么样 如果您要求的薪资比对方能够支付给您的多出几千块的话 他们是不会面试您的 好了 这就是今天给您讲的第三个内容 换位思考可以让您的沟通更加有效 第一 在发表演讲的时候要与观众换位思考 第二 在面试的时候要与面试官换位思考 换位思考可以使双方都多一些理解 和宽容改善和拉近人与人之间的关系 让您的沟通更加的有效 好了 说到这里呢 我们今天聊的内容就差不多了 让我们来回顾一下今天我们所说的要点 首先我们讲到了如何开启一场温暖而有趣的谈话 当您鼓励对方谈论他们自己 或者是他们热衷的事情的时候 他们就会相信您真的是一个温暖而有趣的人 原因很简单 那就是和您聊天会让他们很开心 聊天内容都是关于他们自己的 这样的谈话就是温暖而有趣的谈话 其次呢 我们讲到了如何避免让自己或者对方觉得尴尬的话题 大多数人都有不愉快的过去 而您却对此一无所知 在您没有弄清楚您所处环境的情况之前 不要妄加评论 否则很可能会让自己或者对方感到尴尬 最后呢 我们讲到了换位思考可以让您的沟通更加有效 人们都有这样的一个重要特点 就是总是站在自己的角度去思考问题 假如我们能够换一个角度 总是站在他人的立场上去考虑问题 双方就能多一些理解和宽容 您的沟通也就更加有效了